早安 準備平安 感謝主 今天可以一起來分享 這兩天 因為是年禮端午節 所以這兩天碧壇有龍舟禁 在各地小吃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也歡迎呼朋禮拜西嘉賴之遠 去碧壇來體會一下節慶的歡樂氣氛 其實這個節慶 我們大家也知道幾千年前 是愛國詩人屈原 他因為憂伯如名 在憂憤之下就頭僵自盡 當地的屈原 為了不讓他的遺體被磨蝦吃 所以紛紛用葉子包著肉和飯 丟到家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屈原之死 帶來數千年來華人世界中 吃粽子的美好傳統 但是卻沒有辦法帶我們脫離 任何的憤怒或是憂傷 或是當時他心裡有很多的憂愁和憤怒 這是節慶進去 他無法帶我們脫離 但是兩千年前 耶穌為我們死而死在手架上 乾逼在這種死裡復活 因為在釋迦上神聖的交換 所以耶穌的死可以帶來我們脫離任何的負面情緒 包含憤怒以及各樣的疾病 好 我們來做一個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掐欠你的徒生愛子 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穌 我們感謝你 在十字架上神聖的交換 主耶穌 我們讚美你 讓你的健康給我們 我們的疾病拿給你 主耶穌 我們讚美你 讓你的公義給我們 我們一切的不義給了你 主啊 讓我們真實把我們一切的疾病 負面的情緒全部交給你 你給我們首先的健康 跟充滿了喜樂平安的人生 主我們讚美你 我們這樣祷告 感謝 通告主耶穌的名 阿滅 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主題經文 我們是《約伯記》四十二章 第十節 在周報上沒有 那麼 荒爾拓 認為有 好的 又主題 大家一起來讀請 《約伯為祂的朋友祈禱》 《約伯就是約伯從苦境轉回》 並且《約伯是給祂的比祂重賢的加倍》 沒有 我們再讀一次 《約伯為祂的朋友祈禱》 《約伯就是約伯從苦境轉回》 並且又有阿滋給祂的 比祂重賢所有的加倍 感謝主 我們可以看到 即使約伯受了很大的苦 他有一百個理由可以憤怒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更高的選擇 所以後來當他為他的朋友祈禱的時候 神領比祂本來的加倍 那麼現實生活中 人們會彼此傷害 我們會傷害人 別人也會傷害我們 但是我們怎麼樣處理這個傷害 會決定我們人生快樂還是不快樂 如果錯誤了處理 憤怒的話 會損害我們人際關係 因為憤怒是一個很大的關係傷害者 如果你僅僅抓住傷害 他就變成憤怒 苦毒 仇恨 他會傷害你的人際關係 破壞我們的人生 憤怒會大量消耗我們的能量 使我們的情緒水位滴落 使我們很難過再給予 但是感謝主耶穌 祂能夠完全抑制我們 有一天在幾千年前 約伯在一天之內 失去了所有的產品兒女 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約伯記一章十三到十九節 有一天呢 他的兒女們都在大哥家裡 歡夜飲酒 這個時候呢 有個保險的跑來說 哎呦 牛正在田裡跟鯉 鯉呢在一邊 這個吃草的時候呢 忽然敵人來了 把牲口全部都搶了 殺你全部的仆人 只有我一個人逃脫 他還沒說完 第二仆人又來了 噢天哪 雷電從天而降 擊殺了全部的洋洞洋人 只有我一個人跑來 他的話音輔落 又有一個人上來說 哇 將的敵人跟三個來襲擊我 搶了駱駝 殺了仆人 只有我一個人來逃脫 他話音還沒說完 第四個仆人又跑來了 噢天哪 你的兒女們 正在大哥家裡 歡夜飲酒的時候 有暴風 可能從荒野那邊刮過來 把物資吹到裡面 全部都壓死了 只有我一個人跑來 這樣一暴行 所以約伯在一天之內 喪失他的一切 他的產業 他的兒女 他的仆人 除了他的太太在他身邊之外 他的兒女 一切都沒有了 所以呢 他有一萬的理由來憤怒 那那個時候呢 這時候他的朋友呢 就看起來控訴他的朋友 就說 約伯啊 你平常看起來人還蠻好的 你八成是安地做了什麼灰心事 你八成是惡有惡爆了 糟天險了 甚至呢 他的朋友控訴他還不夠 他的妻子也唾棄他 我們看到下面在約伯級 二章九節 他的子對他說 你到現在還持守你的忠誠嗎 為什麼你不正化上帝 直接去死呢 那另外 有經文就說 你仍然持守你的純誠嗎 你氣掉神死的話 就是說到了一個地步 連他的太太都這樣子 都這樣子在唾棄他 那他卻沒有選擇憤怒 卻沒有讓憤怒吞噬他的生命 他怎麼選擇呢 我們看下面約伯記一章二十的二十二節 約伯變起來 撕裂了外袍 剃了頭 浮在地上下拜說 我赤身住於牡壇 也逼赤身歸毀 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所以在這集氣的事上 約伯有一個理由犯罪 他卻不犯罪 他也不以神為慾望 他造神的旨意而活 但後來大大的蒙福 他怎麼樣蒙福呢 我們快轉一下 我們快轉到約伯記的尾聲 在四十二章 這樣耶和華 後來撕補給約伯比先前更多 還有一萬四千羊 六千駱駝 一千對牛 一千母魚 還有七個兒子 三個女兒 如果我們不大了解 那個時候的農業社會的話 我想說 那他不就這個農場主人嗎 又怎麼樣 但你要知道這個時候 沒有摩托車 沒有轎聲 沒有汽車 一個人如果能夠有 這麼多的動物的話 他是當時的郭台銘 當時的比爾蓋茨 當時也沒有任何的電子工業 一般人就是用動物的數目 來算這個人的價值 這個人身家 他的身家可是兩百隻摩托 這個身家不得了 這個人身家是三百豬牛 那更不得了 你自己加一下 一萬四加六千 就是兩千 兩千一 兩千二 他有兩萬兩千個動物 只要當時是財主中的財主 也就是他在經歷這一切苦難 而選擇不抱怨的時候呢 他後來神把加倍的祝福 來賞賜給他 那也就是說 當我們遭遇任何傷害 我們只要照著神的法座去做呢 上帝都能改變 今天跟你們說 上帝都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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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如果傷害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會反擊 可能會像小孩一樣 大火不公平 不公平 可能就要開始反擊了 但聖經怎麼說呢 在《約伯記》主章二節 憤怒害死遺忘人 嫉妒殺死痴迷人 在傳道書第七章 你不要心裡急躁惱 因為惱惱存在愚昧人的懷中 也就是說從這兩個經節我們看到 憤怒跟慾望 愚昧都是連在一起的 憤怒沒有意義 白費力氣 所以你無法改變過去 無論你多憤怒 都不能改變過去發生的事 無論你多生氣 也不能改變已經發生的問題 生氣沒有辦法讓你感覺更好 有的人生氣會用頭撞牆 有的人生氣會離家出走 我經過一個故事 有個牧師有三張太太在吵架 那那個牧師呢 也沒有什麼很多的朋友 也不去別人再 不好意思說 我跟我老婆吵架 哦 牧師師傅常在我們家睡覺 他覺得這種話講不出口 所以那牧師跑到 每個地方跑 那牧師跑到教會去睡覺 然後教會裡面 那個又是比較老舊 所以一夜就被蚊子咬 回到牆以後呢 腫著眼睛 然後太太睡著頭 太太說回來啦 歡迎回來 那牧師的媽媽還告訴自己 真是做了一件措施 這應該是跟妻子和好就好 都不用在教會裡面 整天晚上被蚊子咬 那也就是說 當我們選擇去憤怒的時候 這是一件很不理事的事情 結果的話 腳上也是非常不妙 那麼第二個呢 是憤怒 憤怒沒有益處 生氣呢 是傷害自己 更勝於你生氣的對象 你每次氣某甲的時候呢 某甲他還是活得好好的 輪子在吃他的白刀牢 但是呢 你每氣他一次呢 你心裡面再恨一次 然後呢 心裡面再痛一次 你總是呢 受傷最重的人 當你再氣別人的時候 除非呢 你允許 否則過去的人是無法傷害到你的 情緒自傷 和心裡面的抑鬱 有一種人呢 最苦就是充滿憤怒的人 他們不快樂 他們讓傷痛一直延續 這樣的代價太大 因為憤怒向裡面 侵蝕我們的器官 讓我們的心臟 腸胃 各方面都不好 向外侵蝕我們的人際關係 所以憤怒不是雙主 是雙輸 感謝主幫助我們選擇雙輸的人生 而不是雙輸的人生 Amen 那麼第三呢 分度不健康 在《月火記》二十一章 有人致死心中痛 痛苦中心胃腸 福樂的滋味 如果看一下英文的話 他們說 But another side is with a bitter soul 所以就是說苦毒 如果我們心裡面 常常懷著苦毒的話呢 我們很難嘗到什麼是福樂的滋味 那下面的經典是 雅各書三章九到十一節 我們用舌頭送在那為主為父的 用舌頭咒祖祖那照著神情 像被造的人 送在河咒祖從一個口裡出來 我的弟兄們 這是不應當的 全員從一個眼裡 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嗎 不能嗎 不可能 如果這個同樣一個全員 發出了全世界最甜的水 但它又有苦水的話 你一定喝起來 哎呦這很怪 怎麼又甜又苦 同樣的 如果說我們禮拜天早上 在教會裡面敬拜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然後我們到家裡面 或者去到辦公室 常常說 因為這個人不進化 一個點神 我們就憤怒 那這個時候呢 憤怒跟這個 甜苦混在一起 就很難有一個很純淨的甜水 但我們希望 我們裡面 真正喜樂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放下憤怒 因為我們不可能用憤怒用開心 如果希望喜樂的話呢 我們就要選擇一個放掉憤怒 我不可能一邊抓著傷害 卻期待有個蒙福的生活 我必須選擇把憤怒放掉 把傷害放掉 當我選擇放掉憤怒 放掉傷害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過一個蒙福的生活 有一位牧師叫巴里坑牧師 他有一次呢 在一個聚會中服侍人 有一個女婦人 他因為各樣的苦力 他後來也因為有些人 因為他的眼睛瞎了 那當這個牧師服侍這位姐妹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有一個這樣的導告說 主啊除去我的苦毒憤怒 讓你的愛充滿我 那就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蝦野的婦人 她的眼睛居然就立刻恢復視力了 所以非常的奇妙 當她選擇讓主的愛充滿她 把她的苦毒憤怒卻掉的時候呢 眼睛就居然立刻覆明了 那我也跟一些基督子妹們講過 我們都找到把祷告的C公牧師 在台灣服侍很多年 他注意到很多時候 當他被人導告 當那個人願意選擇饒熟的時候 往往那個人的關節也立刻就好了 所以他就說 可能是因為憤怒跟不饒恕 那個產生毒素 累積在關節裡面 所以當你選擇饒熟的時候呢 很多人的關節也立刻就好了 那有一次 巴里克牧師他在服侍另外一個牧場工人 這個牧場工人被牛踢傷了 所以呢 一直在做輪椅了 那當他在服侍他的時候呢 這個工人就開始祷告出主啊 主啊求你除去我的苦毒 讓你的饒恕充滿我 否則我只是在傷害自己 他就開始有一個大大的笑容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這工人從頭椅上站起來了 會和他走路的能力 也就看到這個時候苦毒是有害的 比癌症還要糟糕 當我們選擇饒恕的時候呢 甚至有一些兵頓的都不要而語 那麼免疫學家的結論是 生氣或是免疫球蛋白立刻下降 有一次我看到電視我忘了哪一台 他就在介紹一個 免疫學家的一個研究的發現 他說 一個受試者 在受試以前呢 先吃了免疫球蛋白 是正常的健康的 然後呢 就開始做實驗 因為他是志願者 所以就開始用各種不堪的話 來咒罵他 取笑他 嘲諷他 然後一下就 一下起起來 一起起來就看到免疫球蛋白 啪就掉下去了 就掉到那個正常範圍之下 也就是當我們生氣的時候呢 這個對健康的損害是立竿建議的 如果我們希望 希望過一個健康生活的話 我們就可以跟許多主啊 我選擇不去憤怒 我選擇用你的方式來過活 那我們看到這個經文 是大家 我鼓勵大家把他背下來 在真言十七章二十二節 請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臨死骨骨肝 再一次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臨死骨骨肝 我現在主要是這樣 喜歡看小baby 台北的baby不多 但是你們看這個baby的時候 讓我眼睛這樣 不如baby 然後呢就一直眼睛就盯著那個baby 一直到消聲在我身體的範圍 直至外為止 那baby的笑呢 這是讓人可以一笑解牽手喔 那如果說你想到這個經文 就把這個經文 跟這個baby的笑容連在一起 因為真的是喜樂的心是良藥 憂傷的臨死骨骨肤肝 我想在我癌症得醫治的過程中 上帝也使用holy laughter 聖孝 讓我大笑了十分鐘以上 然後那個療程結束以後 癌症出就大幅的下降 那當然是做不聽準備的禱告 因為龍師當時也有按手禱告 很多人的禱告 不過真的是喜樂的心 真的是良藥 那請你跟你們說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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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如果從奮動中得醫治呢 有四件事情 我們請看 請看第一件 承認說出你的傷痛 所以第一個是承認 承認是說出你的傷痛 有點像是外科手足 要先把人挖掉一樣 約伯記七章跟十章 約伯說 我不能再沉默 我要吐露我心靈的悲哀 悲愁 我要懲恕我內心的苦悶 我們大家一起說 我厭煩自己的生命 我要請求我的哀怨 不要訴說內心的苦惱 上帝啊 不要判定我有罪 請指示我 我犯了什麼過失 也就是說第一步是承認 約伯呢 承認他自己神起 他跟上帝說出他的情緒 他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人會有情緒 我們會不高興的時候 在不高興的時候 不是把我們的東西 啪 像偶吐這樣 倒在別人的身上 而且我們要先來向上帝 承認我們裡面的情緒 這是很重要的 那麼因為當我們跟神 請清徒一的時候呢 不會污染到上帝啊 因為這次上帝是不會被我們污染到的 他會把他做一個正確的處理 他跟神說 這不公平 我被脫逮了 我很氣 我不能夠接受 他跟神他有多麼的生氣 上帝也知道 約伯他在生氣 他要約伯承認 不要壓抑 因為承認說出感覺 是一個抑制的開始 我們可以向同伴起訴 所以呢 根據各國的統計 一般來講呢 女人比男人呢 要比較長壽 那哭完了就好了 那男人呢 卻常從小被說什麼 男兒有內部清寒啊 打落牙齒 和血吞啊 就說 不能哭出來 不能哭出來 要拚命忍 但你知道嗎 長期這樣壓抑就身體健康好不好 不好 真的不好 那所以呢 另外一個統計是 男人有時候比較容易憂鬱 就是胃痛跟比較短 短 所以胃痛也比較短一點 那所以的話呢 前任跟面對是醫治的體骨 那前一陣子 大家也看到一個心頭 就是中間的主播 有一位姓氏的先生 他的外形也是很好 也很年輕 也有 據說也有不錯的婚姻 但他卻選擇 用自禁解決 解決他的人生 那不僅讓我想到 就是根據統計所顯示的 因為男人不習慣上人傾訴 常常什麼事情都悶在裡面 那久了以後呢 憂鬱甚深胃痛 甚至造成這個受命的結束 所以呢 面對上帝的醫治的第一步 可以寫一封信給上帝 直接跟上帝說 告訴上帝你真實的感覺 你要想想看 當我們看到上帝當年 看著殘暴羅馬兵兵 是怎麼折磨耶穌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天父是了解一切的 他了解我們每個人的苦痛 我們最大的苦痛 天父都能夠了解 而天父降在我們當中的時候 一切的罪惡感 一切的傷害都會消失 所以呢 在這種時候也鼓勵 每個人呢 可以來參加小組 因為在教會裡面 說實代道 我們主要崇拜 結束以後 大家彼此公安 然後各自吃飯 今天就回家了 但是在小組裡面的話呢 我們卻能夠更加的 來深刻的彼此敞開 彼此代道 在小組中 我們裡面的問題 我們能夠很真實的 來跟人講 然後大家一起來禱告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個人的生命 因為小組都得到健康 得到成長 像有一個憂鬱症的 不是我們教會 另外一個教會 有一個弟兄有憂鬱症 他已經寫過三四遺書了 但是因為他小組裡面 弟兄長時間的陪伴 我不知道有多長 我不知道是兩年 三年還是五年 但是呢 現在完全的遺址 在他們教會有非常美好的方式 所以當一個人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在一個小組裡面 他知道他這樣敞開 在限於小組內 不會有人去跟他 用廣播器在廣播 而是只是為他 跟一部祷告的時候 他會願意敞開 而且會得到醫治 所以我們的周報前面 有一個我們各小組的時間表 所以我真的鼓勵弟兄姊妹 如果你還沒有穩定參加小組的話 你可以看我們從 1 2 3 5 6 2都有 其實禮拜四 其實禮拜四晚上有一個禮拜四 禮拜四晚上有一個禮拜四小組 是禮平在帶的 所以如果禮拜四 你說1 2 3 5 6 就禮拜四可以的話 歡迎過來 我們基本上 1 2 3 4 5 6 其實都有 有不同的時間 上面有聯絡人的方式 所以歡迎大家來參加 第二個步驟 從這個勝過我們的憤怒 就是釋放 第一個是承認 第二個是釋放 釋放誰呢 釋放傷害冒犯你的人 我們要選擇饒恕傷害你的人 否則永遠完全得著抑制 約伯不但饒恕他的朋友 更是為他們祷告 而當他們做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看到一開始的經文 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 約伯就使他從苦境轉回 並且約伯自給他的 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 我們看到約伯使約伯從苦境中轉回 饒恕就在上帝代理生命中動功了 饒恕是一個過程 在馬太福音十八章 那時彼得進前來 對耶穌說 主啊 我弟兄不得罪我 我當饒恕他幾次呢 到七次可以嗎 耶穌說 請起來讀 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的七次 有人就說 我說起來不就我真假 所以意思是 從491開始不用饒恕了 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七這個數字 在世界裡面是一個 perfect number 是一個完全的數字 它代表完全 所以七十個七次 代表就是 每一次都願意選擇饒恕 饒恕很重要的是 有的人會說 我才會饒恕某獎 某獎做得那麼爛的事 我怎麼可以饒恕他 所以首先我們要知道 就是饒恕不是承認對方是對的 請大家要知道這一點 饒恕不是承認對方對的 饒恕是什麼呢 饒恕是你定義選擇過一個自由的生活 你定義選擇過一個健康的生活 因為當我不饒恕某獎的時候 就好像 我綁一個大麻神 把我跟某獎綁在一起 我去到東 把某獎帶到東 我去到西 把某獎帶到西 那你想想看 那如果到了我七十歲 我饒恕不饒恕的人 可能也有七十個人 那我到哪裡的話 那都可能腰斷被通 又不會饒恕的人太多了 所以如果說我們可以選擇 一個饒恕的生活呢 我們到哪裡都可以幫我洗流 都可以輕鬆地 快保護跟隨身 好 那麼每一次呢 如果你想起來 你再痛一次 你再不舒服一次的時候 你想起來你就立刻饒恕那個人 直到你知道 你已經完全吃飽他們為止 所以有人會說 我到底要聊什麼幾次啊 一直到你想起這個人 這件事五歸在同 你會覺得 欸 OK啊 這個事情雖然發生 但是神的恩典夠我用啊 當你不再感到受傷的時候 你可以了解他們受傷 你可以為他們的成功禱告 就好像約會為他的朋友 所做的祝福 只有這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得到釋放 好 在這個時候 我想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簡短的禱告 我們可以幫我們過去 這個時候我們又請聖靈來向我們說話 天父我們謝謝你 聖靈這個時候 請你來向弟兄姊妹很輕地說話 又是有什麼人 什麼事到現在還放不下 還不能饒恕 還不能得釋放的 聖靈啊 請你親自來跟您 主要話 過去立端 不堪的過去 不論是憤怒的 還是讓人覺得 不能夠饒恕的過去交給你 主啊 請你親自來醫治 這個部分的回憶 或是你選擇 做來簡直這個部分的回憶 讓我即使想起來 也不再傷心 也不再憤怒 心中充滿了平安 主耶穌我們讚美你 謝謝你 讓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選擇過一個 饒恕的生活方式 讓我們能夠選擇 饒恕對方 饒恕自己 也求神來饒恕 並且破除這件事情 這個人這句話 對我們生命一切的 不合神性的影響力 也祝福我們自己 在耶穌裡面 有一個全新的生命 主啊 讓我們都能夠選擇 做過這樣的一個饒恕 破除祝福的一個生活方式 感謝主 奉耶穌的名 Amen 那往往有的人會說 有些人的事情呢 是可以饒恕 但有些是太不能饒恕 比如說 人口販賣分子 因為太惡劣了 逼梁迴昌 把一個好好的女孩子 摧殘成一個這樣子 甚至有人做過統計 一般在逼梁迴昌 當他進入到這個行業以後 一般都受不了七年 因為往往平均七年 一般的話會死於 可能艾滋病 或是說會被虐死 也不同的不同年的 其實這些老公司 當時我就不多說了 但是一般來講 在這個行業 不要再講說是七年 七年之後 就完全沒有辦法再做 或是說已經 就走到人生的盡頭了 所以有人會說 我們看到這些 這種惡劣情境的話 覺得這些人 是不是應該罪患萬死 就不要饒恕他呢 那說實在的 生命是不公平的 很多人會說 這些壞人做了這麼多壞事 還在那邊享福 還沒有什麼事發生 但是呢 在十篇七十三篇 第三第四節 我們看到說 因為我嫉妒傲慢人的發達 發現邪惡者 心旺就心懷不平 他們沒有當日痛苦 他們強壯健康 他們心裡涌出邪惡 他們的意念充滿鬼詐 但是呢 時間到後來告訴我們說 有一天神會審判 祂會平衡這個天平 所以呢 有句話就是說 God is the judge Let God be the judge 讓神來做審判的事 我們不要去做審判 因為我們來做審判的話 我們一定會有 不是很公平的辦法 就容易在那邊 一下氣那個 一下氣那個 我們就來選擇 投靠在神的志望的影響 所以第三個很重要 就是讓上帝來医治你的情緒 上帝來医治情緒之前呢 我們先來簡單看一下 什麼是錯誤的思想體系 那麼錯誤的思想體系的形成呢 跟次數多少 跟感受如何有關 比如說一個人 因為罵 長期的罵你 他強強地罵 次數很多 然後呢 每次罵得又很尖銳 讓你感受又很強 所以如果說頻率很高 你感受很強的話呢 你就會形成一個 非常非常負面的 這個思想系統 那如果說次數很少 也很少被罵 或是被負面的打擊的話呢 那就會負面的思想系統 我們罵就會比較還好一點 那麼在《格林多後書》 第十章四到五節 我們征戰的兵器 本不是屬血氣氣 我們征戰的兵器 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通過堅固的名類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的來主人 認識神的身為自高之事 一旦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力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感謝主讓我們所有的心力都被奪回 來順服基督 錯誤的思想系統呢 會帶出兩種反應 基本上呢 就是戰或是逃 戰的話是fight 逃的話是flight 那謝謝藍晴找了一個很可愛的圖片 就是 either is fight or flight 一般如果說是錯誤的思想系統的話 不是選擇戰 憤怒啊 爭敬啊 律法主義啊 操控啊 完美主義 反叛苦毒 控告暴力 驕傲 尖銳 諷刺 倔強 爭論 誓言 那是戰 要不然呢 分逃 把自己關在裡面 因為有劇怕 就向裡面壓 一直壓 自省 自私一定錯的 自私 韻怒 自憐 揭默 退縮 不幸 獨立 否認 冷嘲 悲觀 道情緒 懷疑跟沮喪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所讀的 在下面的影片裡面 在戰的方面 在age 戰的方面 fight 在戰的方面 我們看到這裡面很多的反應 包括憤怒啊 暴力啊 但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就不經想到 這次的這個 捷運疊寫案的 兇嫌 症結 那我覺得他在遇到 這個 產生錯誤思想系統的時候呢 他產生的反應是戰 但是呢也不是說他沒有逃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會注意到 這個戰跟逃呢 是中擺了兩極 有的人可能會 擺向這一極 擺向那極 但是有可能在兩極 不斷地擺盪 他當他終於去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是 當然是戰 充滿了憤怒 充滿了暴力 然後去攻擊那麼多人 但是當他以前 我們不知道他在 指導環境中 發生過什麼事情 但是以前呢 我們看一下一張陶 在他以前的時候呢 他可能也發生過 就是韻怒 所以韻怒就是說 把怒氣全部藏在裡面 也發生過可能韻怒 或者揭默 或是冷嘲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呢 可以看到就是 戰的一個代表 最近我看到的事情是正結 而陶的一個代表呢 明天的主角就是屈原 我們看到屈原 他裡面很可能會有兩個 一個是韻怒 一個是沮喪 因為我們叫他 這個優惑優美的詩人 那當時他的戒嚴 國軍都不聽 那一片國是這樣的戀愛 所以我想他裡面會有很多的沮喪 因為你勸不聽嘛 那路又不能發出來 又不能夠對國軍發怒 所以那個路就要往裡面壓 所以我想他裡面會有很多的韻怒跟沮喪 所以也就是在一個錯誤的思想體系裡面呢 不是戰就是逃 但是呢 感謝上帝啊 我覺得真的是感謝神 今天我在敬拜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覺得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圖片 那個fire and fly的圖片 當我們在認識耶穌以後啊 我忽然發現 我們能夠有一個和神心意的戰允桃 和神心意的戰允桃 是怎麼樣的戰允桃呢 在這個圖片我們看一下 我們可以選擇逃 逃到哪裡 我們逃到主耶穌吃飽的印象 我們可以選擇逃到神的家裡 我們可以選擇逃到主的面前 在那裡知取最大的保護 我記得我們還在上海宣教 有一次我在禱告 那我在禱告就是 我就跟神有些很清晰的時光 那我在禱告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個印象 就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大概像這個獅子家一樣 那麼大的一個羽毛 其中的一點 那一點放 就是被上帝放得很大 那那個羽毛的話呢 我覺得看起來像是 比如說孔雀 或是鴿子那種 我們不知道 那種寶藍色的羽毛 其中的一個點 那放得很大很大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說 哇實在太漂亮了 後來呢 我就仔細看那個 那個放大那個羽毛的部分 我就看到就說 那個羽毛呢 其實裡面我可以感覺到 有些很小很小的這個氣孔 可以是讓那個鳥 還可以保持呼吸的 所以呢聲音上說 我們可以在葉華的翅膀下 歡然歌唱 葉華的翅膀下呢 有保護 但是呢還能夠讓我們 自由呼吸 葉華的翅膀 不是用水瓶做的 如果水瓶做的話 我們不能呼吸就悶死了 但是呢 葉華的翅膀不但能夠 能夠保護遮風避雨 而且呢 是讓我們可以呼吸的 可以自由地歡然歌唱 所以我們逃的時候呢 讓我們逃到葉華翅膀的力下 我們站呢 我們可以靠主打那美好的仗 所以當我們站的時候呢 我們是能夠 不是這樣子害怕的逃 而是喜樂的逃 不是這樣害怕的戰 而是為主剛翔而戰 我們可以靠著主打那美好的仗 就能夠讓我們裡面的 這個一切不合神心的想法呢 能夠在主的復辟之下 一樣一樣的脫落 那裡面的 這個本來不合神心的戰鬥呢 要為著靠 因為神的關係 靠主打那美好的仗 我們可以出去領人歸主 可以出去傳服 也可以出去幫助很多人 所以呢和神心的反應 我們是三個 第一個是 帶上兩張 第一個是饒恕 第二個是溝通 第三個是知取神的保護 當我們選擇饒恕 當我們能夠 在足道上也有 當我們選擇饒恕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得釋放的底部 那麼我們在跟神 有個好的溝通 跟對方有好的溝通 當我們第三個來知取神的保護 那麼神就要 就是將我們藏在大師寶 命令下 來依視我們 那下面我們來看個圖 這個是加拿大 而料系統 我從他們那邊寫過來的 就是了解混淆行為模式 並學習如何破除 第一個呢是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呢 我們今天是講到 甚過的憤怒感 所以我們就用憤怒來做舉例 比如說呢 某甲他的按鈕是憤怒 他其他都還好 但是一點事情 或是就他人 會非常的憤怒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就要來追究 我們要 recognize 就要問主 主啊 發生什麼事 讓我這麼容易憤怒 好 舉個例子而言 02年 當我剛剛開始 在上海做單家教育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到說 為什麼我每個禮拜 都會對我兒子大發雷提一次啊 我就不瞭解 因為我憤怒那個時候 已經憤怒十幾年了 我不了解為什麼時候 我每個禮拜 都對我兒子大發雷提一次 那我兒子 我先生就跟我講說 他是大班 不是大學 你對他標準沒耐心 那我兒子 其實我說 連母子都做不成了 不要說是師生嘛 那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我也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就是 很難不這樣做 那後來呢 講話短說 兩個月是 快來個月之後呢 我就翻到那個 比爾高達的書 上面講到說 我們生氣最主要原因就是 權力被侵犯 當你的權力被侵犯 的時候呢 你就會憤怒 當你很大的權力被侵犯 你就會有很大的憤怒 那我才發現到一件事情呢 就是長達二十年 從我十八歲到三十八歲 我都是 有充分的自由時間 也就是說 我十八歲上大學 我學我喜歡的課 不喜歡的課就退掉 那乃季後來去美國讀書 也是 我學我喜歡的課 不喜歡的課就退掉 那乃季後來回大學 我到大學教書也是 我教我喜歡的課 我不喜歡的課 我不去教 所以這都是我喜歡的 我才教 我不喜歡的 我不教我也不去學 那乃季後來去大陸傳福音 也的時候也是 我會選擇我比較方便時間 去傳福音 會探訪 那不方便的話呢 我就在家裡陪小孩 所以就等於是 時間上完全 是我自己可以決定的 但是當我開始在 在家作為我的老大的時候呢 我就不得不每個禮拜 一到禮拜五的八點半 一交到十二點半 我就忽然覺得說 我喪失我自由時間的權利 我忽然發現這一點 因為二十年都是很自由時間 所以當我發現這一點 我就跟神大大的認識我的主 我一直以為 我也認為你是我全方位的主 我一直到今天 我才發現 在自由時間方面 我還是我自己的主 我還是要自己來選擇 怎樣限定我的時間 所以那時候 我就跟神認罪禱 差不多兩個小時 我求神聖免我 我沒有把他當作我時間的主 為求神聖免我摧殘民族幼苗 所以我認識長到兩個小時以後呢 第二天就去上課 那就是感恩節左右 後來一次到聖誕節的時候 我現在突然就說 嗯 怎麼很久沒交你大話給聽了 我說感謝主 上帝動工 我就跟他講這些事情 所以感謝主 所以第二點就是追究 當我們常常容易憤怒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到神面前來 你要清楚的問神說 主啊 到底什麼事情 讓我這麼容易發怒 因為一定有一個原因的 不可能不願無辜就這樣發怒 所以第二個 一定要問上帝 第三個就是要來思考 那我們就是要問主 說主啊 這挑起我裡面什麼 我裡面到底有什麼傷 讓我在這方面 會有這麼大的怒氣 像比如說 以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問神說 什麼是我發怒 我發現說 自由時間被侵犯 那我裡面的這個傷 裡面的東西就是 我一直是自由時間主 強達那麼二十年 十八歲以前的話呢 都是國小到高中 什麼課程都得上 但十八歲就被自由選擇 所以已經自由了二十年 忽然不自由的話呢 就覺得非常的痛苦 所以你變成非常的痛苦 跟壓抑 那我一旦發生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們到了第四季 我們就要做選擇了 照舊嗎 照原來那樣的生活方式嗎 我教孩子 還是每個禮拜 大大雷霆一次嗎 我要照舊嗎 還是我要選擇改變 好 那孩子選擇改變 我就說還是做保護 我要保護我的自由時間啊 你這孩子小孩子 你希望我的自由時間啊 那當我選 我這個照舊的時候呢 我就不會 不會快樂 因為我會預期到說 我還是每個禮拜 大大雷霆一次 所以呢 我們這個時候 如果能夠選擇做改變的話呢 我們就能夠斷開這個憤怒 在我身上的盆綁 這是很真實的 那所以呢 我們下面來看一下 情緒的醫治就是第一步 我們求神把記憶和情緒連接起來 我們請聖靈把那個需要被醫治的記憶呢 能夠浮現起來 很重要就是內在醫治呢 不是挖傷疤 而是請聖靈 讓那個需要被醫治的部分能夠浮現起來 第二個呢 我們就跟上帝表達我們裡面的情緒 第三個呢 我們就求上帝來安慰裡面受盡的孩子 我們邀請禮耶穌牛 回到那個時間和地點 因為我們知道耶穌是穿越時空的 現在有些穿越去啊 但是耶穌真的是可能 他才是穿越時空的主角 他才是穿越去的主角 他才能夠回到過去的任何一個時間任何地點 第四個呢 就是求神遺失受傷的情緒 而且開始中入正確的思想架構 好 那現在我們做個簡單的禱告 我們來求神 來支持我們 天父 我們謝謝你們 一公信地把在座的弟兄姊妹 有很多的負面請求 特別是在憤怒方面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請你把 請請讓你們弟兄姊妹知道是什麼 是他那個能力的負面 耶穌 謝謝你 轉 在這個時候 你也讓弟兄姊妹來思考 這樣的一件事情 挑選他裡面什麼 他裡面有什麼的傷 耶穌 謝謝你 轉 你真是把記憶跟情緒連結起來 讓弟兄姊妹也能夠在心裡 或者小聲的 能夠表達自己的情緒 主耶穌 謝謝你 你是穿越時空的上帝 主啊 在這個時候 就請你 能夠回到弟兄姊妹 這個時候浮現的一個 需要被抑制的記憶 聖靈啊 你今次來浮現那個 特別需要被抑制的記憶 聖靈啊 謝謝你 主耶穌在你 主要就回到 那個記憶場景的 那個時候的那個地方 喔 主要你今次來安慰 那個內在受驚受怕的孩子 主要你今次抑制受傷的情緒 你也開始注入正確的思想架 喔 主耶穌謝謝你 讓弟兄姊妹能夠今天這選擇的改變 這負面的情緒無論是憤怒還是其他的負面情緒 也許這個時候我們想到的不是憤怒 而是另外一件事情 主都能夠抑制你 因為任何的負面情緒 主都能夠完全抑制 因為在他沒有難成的事 好 主耶穌謝謝你 主要贊臨 哈利利亞 主要贊臨你 主要贊臨你 主要是的受傷的人會逐強 主要如果我們一起看過去的事 用過去來定義我們的生活 就要開車的時候一直看著後照鏡 一定會出車禍的 主要幫助弟兄姊妹面對未來 重新生活 對自己說 我不再是受害者 我是得勝者 每個人都可以對自己說 我不再是受害者 我是得勝者 哈利利亞 下面我們來看 《火馬書》八章三七到三九 如果說你覺得實在你工作 資料還在繼續進行的話 可以晚一點 或是說今天回家的石頭牛皮 可以拿這個酒報來做一個報告 或者會後可以找我們可以進行報告 在《羅馬書》八章三七到三九 請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 無論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權的 是我們的 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是別的受造之苦 都不能靠我們與神的愛而學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裡的 感謝主 真的是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 都贏得勝有餘了 我們可以逃到那是王的印象 可以靠著打那美好的章 因為任何事 任何事 任何人 任何話語 都不能夠叫我們跟神的愛回去 這個愛是在耶穌基督裡面 永遠不要說你是家庭的受害者 社會的受害者 工作的受害者 牧師的受害者 這對你是沒有幫助的 停止看過去 停開始往前看 當你開始往前看的時候呢 傷害會越來越消失 脫衊會越來越釋懷 在約國慶十一章十六節方面 在約國慶十一章十六節 我們起來讀一次 你必忘記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也如流過去的水一樣 我覺得真的是很大的意志 當我們願意選擇用神的法則 來對待苦楚 對待憤怒 對待任何傷害的時候 就是想起也如流過去的水一樣 當這個水流過去的時候 我先講話到不到 因為真的到的話 地上會濕 但說實在 就算地上濕的話 待會兒用我布擦一下 就沒事了 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 所以就是說 我們按照神的法則來生活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起痛苦的過去 也不再痛苦了 就是從流過去的水一樣 那就是 至少像我們今天的經文 然後再把今天的經文讀一次 這樣 憶和華後來自俗 給約國比先前更多 那真的是感謝神 但我突然想到 我今天跟幾個研究分享過 大部分人好像我還沒有講過 就是1995年我在做化療的時候 有一天我到家 然後當我要 正打算要睡覺 因為我已經白天在做化療 我其實覺得很累 當時的情況也不好 因為後來有人碰到我說 我的臉色非常的難看 然後面如死味 那樣子 所以我做了化療 我正打算要回家睡覺 說電話鈴響 然後是我當時在教的學生 大三 他說 張老師你可不可以來一下 我說我不得不來 我很累 他說 某某人打算先殺 在殺她的男朋友 在殺她的新男友 然後在自殺 我一聽到那還得了 這個發生的話 都不是三條人命 所以我當時坐在這裡 不得了 我還是把方式拽著 我說那個男生力氣很大 我一定需要你 所以我們就開車去那個男生家 不是 他住在那個學校附近 租了一個雅房這樣子 那到了時候呢 我就發現到他的門 已經在蓋上去 我垂破一個大洞 然後他的女友的門 平常住在雅房 就是男女都每個人一個房間 他女友的房門 也破了一個大洞 然後呢 我把他的門打開以後 我就差點要吐了 因為他的房間 都是呕吐的味道 他大概床邊至少 擺了十個以上的 那個啤酒的瓶子 然後呢 另外兩個女同學 就握著他的手 他就反覆講 同樣的一句話 對呀 那麼好 他怎麼可以這樣帶我 然後當我們想要去跟他 講安慰話的時候 根本行不通 我們兩個都講 不論跟他講什麼 他講同一句話 我味道這麼好 他為什麼要這樣帶我 你聽得出來他非常的憤怒 他非常的傷心 但是讓女朋友要改變現狀 他女朋友已經一起練練 去跟別的男朋友在一起了 他兩個女朋友也跑掉 因為怕他真的會殺他 那我們那時候呢 跟他講什麼 發現都好像就講 碰到一股牆一樣 就聽到同樣的對話 那後來呢 我們就忽然就覺得說 這時候在講什麼都沒有用了 我就開始跟他講什麼 我們那四個定律 第一個 你知道嗎 上帝愛你 為你的生命有奇妙計畫 第二個 就是 耶穌為我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第一個 人因為的罪 都跟神隔絕了 第二個 神愛你 為我的奇妙計畫 第三個 就是 耶穌為我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在民主死裡復活 第四個 如果你願意接受他的愛的話 你可以做個禱告來接受 他就打電話 他就說 耶穌是誰 我們說耶穌是上帝 他是神的兒子 耶穌 他真的愛我嗎 我們跟他講說 耶穌他真的愛你 然後呢 後來我們就問他 你願不願意跟我做一個 接受耶穌的禱告 那是我願意 他居然在那種情況下 居然是一句一字 不差一字的 跟我們這樣禱告 他跟我禱告的時候 他手捏得我的手腕 快斷掉了 你看我的手腕也不怎麼戳 他手腕也不怎麼戳 他手腕打成這樣子 一個捏得我的手 然後他在那邊先說 他怎麼會這樣傷害我 後來禱告之後 也是捏得漂亮漂亮緊 但是他一說阿麵 他的手就鬆開 然後往後一倒 開始呼呼大睡 然後他倆同學 我想說 天啊 張老師他已經幾十個小時 沒有睡了 他一直在講同樣一句話 居然倒到以後 他就倒下去睡覺 那感謝神 後來那幾個同學 全部都信耶穌了 那我就看到就是說 真正主耶穌的大能 真的是當主耶穌進來 在第一次的時候 人的心是要得到一個最大的失望 那真的是就是說 我記得大概差不多兩三個禮拜 開始到我們家的小組聚會 那他的弟子來了就坐在我旁邊 那我們先敬拜吧 敬拜完 到話語之間有點時間 他就小生跟我說 張老師 我現在真的知道 耶穌很愛我 這真的很愛他 我本來才可以禱告 主耶穌我感謝你 你不再愛我這個學生 你也愛世上的每一個人 主啊 當我們不認識你的時候 我們只有教授剛剛所分享的 我們錯誤的價值系統 下壞戰 憤怒 暴力 攻擊 像那一隻逃 憂怒 沮喪 各種不合身心的想法 主啊 主耶穌但是我們感謝你 當我們認識你以後 我們能夠逃到一隻房的影響 我們從那裡可以 知取最大的盼望 最大的平安 最大的喜樂 更大的理智 更大的理智 主要因為你在十字架上 已經成就了一切 主啊 你把最好的給了我們 我們把所有垃圾給你 你把他們全部都在身海裡 耶穌我們謝謝你 阿明 主啊 我們感謝你